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极是七岁 对 那个是我第一部戏 当时其实是没有想拍戏这件事情的 只是我爸是个演员 然后后来就是说他那个戏里边刚好需要一个小女孩 然后他们又找不着一个合适的 后来我爸说那你让我归女去吧 然后我就去了 就拍了我第一部戏 就是这么样偶然的一个 一个偶然的开始 这是偶然的开始 但是有人征求你意见吗 你四岁半的时候说 闺女想要演戏吗 没有 就是闺女我们去演戏吧 是这个口气的 不是不是演戏吧 是演戏吧 是 其实他也不是说想要我以后就一直演戏 可能只是说当时就说 这个玩一次 试试看好不好玩 也当是个体验 但没想到因为一个偶然的开始 结果就变成了最后是一个 我的现在的一个演员 对 而且之后的每一次都是 等于是我爸爸等于把我领进了这个门 就是开始 然后再后来再拍戏像什么 包括无极啊暖啊 这都是突然间就很多人就 也不知道怎么就给我妈妈打电话 就来约 就找来了 然后就这样一点一点一点 就拍起来了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拍戏你喜欢吗 我小时候拍戏 其实那会儿不懂什么是拍戏 就是我觉得我是上了 得五六年级才知道 我五六年级之前都不知道什么叫拍戏 那会儿就觉得都是好玩 然后我还记得那会儿拍很多戏 其实因为那会儿拍戏条件 跟现在就简直其实没法比 因为只能说说我这个年纪 可能比我更前面可能都知道 就那会儿其实还是挺难 尤其是因为是我妈妈当时 就她一个人带着我 那会儿印象最深刻的事 就是得拎着 我妈拎着好多东西 然后我就负责拽着我妈 然后我妈赶那个绿皮火车 有时候 嗯 坐绿皮火车 来逛东逛逛 坐好长时间 坐好长时间 对 还有说坐着去新疆呢 然后还有的是那会儿拍暖的时候 然后在那个物园也是就是山路嘛 特别泥泥那个车开的还很危险 这小其实是你想小时候这些事还挺多的 然后在新疆拍戏也是就是当时其实因为是一个就是冬天 他那会儿很冷 然后当时导演还让我下那个就是本来是冰川的那个水 然后就变化我进去 然后那会儿就小 反正我 我们都认为看电影的时候都认为这是假的 在棚里头那是暖暖和和的水 是真的冰川的水 那时候拍真的是真的 真的往里掉 然后就我妈的朋友反正她就看着我呗 然后带着国保鲜膜又干嘛 但是好在就是我妈她从来不会让我打退堂 她就是可能在旁边会默默的去看着 然后回头她也不会说去说 哎呦真可怜我闺女真可怜可怜 然后她是觉得就是是挺可怜的 是挺惨 但是这也是就没办法嘛 这是你的选择嘛 其实你妈妈挺心疼你的 非常心疼 因为我们跟你妈妈在在我们上次看见你之前 我去探班的时候的话 跟你妈妈聊的话 一说到什么你要是被倒吊起来啊 完了吊冰水 我觉得又都流泪的 就觉得还是心疼忽忌的 但是我妈妈在我面前从来不这样 从来不这样 从来不这样 她看我就再惨 她就不会让我 她可能不会让我去有那种 哎呦我怎么这么惨 她觉得就是你选择嘛 你的职业就像当时 其实拍很多戏 每部戏都会受伤 都会很累 甚至是因为拍戏 像那会儿拍左耳的时候 就真打真摔 那天下来我浑身就是 那会儿我跟他们形容的是 除了没有撕票以外 就跟真的把我绑架了一样 那个伤全是轻的 嘴也磕破了 但是后来那个制片人就问我妈说 她说阿姨你在这看着 你不心疼呀 然后我妈说没办法 是演员嘛 演员可能就是这样吧 就是这样 那你母女俩还是挺坚强的 也挺不容易的 对 其实那会儿还真的是挺辛苦的 这么一想想 跟现在比起来的话 那个时候你四岁的时候 你不抗议吗 让你往冰水里头跳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就是小孩那种 就特别 我那会儿特别简单 就是往里跳就往里跳 那你还是个挺听话的小孩啊 我是挺听话的呀 我还可以吧 就让你跳你就跳了 让我跳跳了 因为那会儿是 我不知道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从小一铺垫 就四岁那会儿 我去给我爸探班的时候 就有那种灌输 就是什么现场不能说话呀 大家不能说 就有一个模式 就是奥运做演员 是要就是很敬业的 很认真的 对待这件事的 但然后直到 就是我开始拍的时候 等于我把这个模式 就以前那种 就也套在这里面 就在现场 我都就是还是挺 所以等于就是说 通过探班 你已经知道 在片场和有哪些行为规矩 什么的话 都已经懂了 所以导演说跳 你也就知道 这个时候作为演员 对跳 没有什么其他选择了 没有其他选择 先入为主 难怪这么多人约你的戏 好多东西不用了 因为非专业的话 可能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其实可能大家有时候 就是会想不到 其实演员的 就是可能他真的是 可能很多人都卖表 很光鲜的 哇 就又昨天要走红毯了 又干嘛 但其实我觉得 每一个演员 不光是我吧 我觉得他们背后 就是一定是付出的 就是每一个 我觉得就是说 好像是看似幸运的人 其实他都是努力的 是 我觉得这个 这些是别人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我们就看见 就是说 就完全在故事情节里头 就不会有这种样子 你觉得你最险和最 有点不敢的一次 是什么 是哪一次 那会儿拍那个电影往事的时候 就是当时其实挺特危险 就比火车 我们抛贴那个轨道上去拍的 然后当时我那会儿七岁 背了个小包 很危险 我们要追那个火车 就等于是我们要先等 等火车 火车巴来了 我跟那小孩 去追那个火车 那电影叫电影往事 要导演让我们离得特别近 但是那个被刮的 我估计就进去了 就是这种程度 其实当时 当时我妈在旁边 看的话也吓死了 当时就往里跑 离近点 再近点 就再近点 火车在这 我们就得在趴旁边 这么追着那火车跑 所以那会儿就 其实就特危险 我就想要活着真好 为什么当时要去追火车 这真是挺危险的 特别危险 而且那种绿皮车 它等于是好多出来的那些 这根啊 乱七八糟 我还背了个小包 还有那种绳 就是可以被挂住的那种东西 现在想想是后拍 当时都不懂 而且当时 现在的话 是不是拍摄条件就好多了 好多了 我就比那会儿好太多了 现在是不是大部分 也都是在棚里头 可以完成这些 大部分是可以在棚里 但是该吊威亚还是得吊威亚 该干嘛 该吊威亚是不是特别难受的一件事情 是 就是我现在拍的那个戏嘛 就是刚刚拍那戏 我那天给我倒掉了一上午 然后后来下午导演问的时候说 哎 花生师你今天是不是给他化肿吧 花生师说导演不是我化肿的 是你给他掉肿吗 就倒掉整个脸就整个 都汤成这样 就肯定是倒出 然后我那个眼睛都成单眼皮了 然后下午一拍 说怎么肿成这样 然后眼睛又红了 然后那会儿是 因为可能 咱也不老倒立 像我平常也不是说 天天没事倒个立的人 那会儿一倒掉 整个人就是 那一下午都是那种 哇 还有后空翻啊什么的 吊着那个威亚 反正还是得去做这些训练和动作 还是挺厉害的 但你现在上大学了对吧 对 你是个学霸 还行吗 反正还可以 还可以 这个 你这个考经电影学院 但是我就觉得 你还要学什么呀 你现在已经是你同班同学 最期望的一个状态了 你还有什么可学的吗 就是理论知识吧 去表演学院教好多理论知识 就是我现在就教我们什么观察人物 因为我其实之前演的是些闺女啊什么的 她就是谈目上 特别说去塑造和创造一个人 等于现在我上了大学之后 表演学院会告诉我 就你去如何创造和塑造一个人 然后我那会儿赶上了就是说 塑造一个与你反差最大的 然后当时在学校排的话 去叫窝头会馆我不知道您看过没 没有 我演就是宋丹丹老师那个角色 是一个北京普通串的里边的一个 就是大妈 对对 试了那么一个 就是跟我完全反差特别大 年龄各些方面都反差 对 这老师就想让我知道什么叫创造 塑造 然后去观察 然后去了解这个人物的 其实我那会儿就是以前是不懂的 现在就是会说你这个人物的背景是什么 他有什么故事吗 他的什么心理的活动的进行线是什么 就是这个台词背后 他的潜台词是什么 你觉得有帮助吗 肯定会有帮助 就以前可能我不懂也不知道 但对未来塑造角色肯定是有帮助的 就你会更有意识的去知道这些潜台词应该是什么 不光是感性 可能更多的还有理性的东西会往里边会去思考 去分析 可能就会有跟感性一碰撞 可能会有更多不一样的东西就出来了 我特喜欢你在那个一谱二组里头演的那个闺女 是吗 那其实就是我平常大概那样子 可能没那么逃一半 你好像不像那个闺女给你爸妈妈找那么多麻烦 那倒是 主意没那么大 你叛逆过吗 我我以前都没叛逆过 我怀疑我的叛逆其实从现在开始的 现在开始 对但是我是那种就是也不会说夺叛逆 因为我爸我妈对我的就是管的 就不是说把我往死里管那种 它就是那种 我说什么在规矩当中自由生长吧 这是他们两个对我的 挺松散的 对就是说一个是你得有规矩 有礼貌 不知道让人讨厌以外 剩下的都是 你还是很自由 你想干嘛干嘛 什么什么的 自己做选择 做主 这样 所以就是叛逆就也还好 偶尔就不听话一下 对 不听话就提前在玩 我妈说你别玩了 我说我再玩 我就玩 大概就对了 这好像还不算叛逆 那你就基本上是非常乖的一个孩子 你妈觉得你乖吗 反正我妈妈肯定说我没小时候不听话 那肯定了 不过这也是应该的 我也觉得是 她永远都会说 我只要一气着她 我妈一般都第一句话就是你呀 现在没小时候可爱了 你小时候多听话呀 对 那个你跟他们这些老一辈的合作 有什么特殊的追求 或者是得到什么特殊的感受吗 有 因为我其实一开始都是跟这些就是老艺术家们一块合作 包括之前也有老戏部 像从电视剧开始吧 像什么张嘉宜老师啊 然后孙红雷老师啊 然后之前拍的影也是 就张艺谋导演 然后可能还有各种导演 然后跟这些导演呀 包括就是老戏部的合作 让我就是会学到一些就很多 可能是你理论只是得不到的东西 就是那种最直白最简单的 最表演的他们的理解和告诉你如何去表演 就说白了那会拍戏 比如红雷哥会告诉你 认真对待每一场过场戏 每一场过场戏也是要认真和走心 你的台词走不走心 其实不是说 就那句话说不是说我内心想了多少东西 是我说这句话那一瞬间 就甚至我告诉自己这句话我要走心 然后你说完那句词都会是走心的 就是一定要告诉你让自己完全投入 但是如果说你想了再多 但是当那一瞬间你没有走到自己的心中的话 你那些等于支撑你的那些东西也就不复存在了 脚面上的这些东西是维持不住的 对然后包括像跟张艺谋导演之前拍影的时候 他会告诉我的是更直白的 就说你作为一个女演员 你要有形体 要会说英语 要会去那种细致 他就是更 就是更一些更直白了 然后拍戏的东西也会 也告诉我了几个经验 然后会说这些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说永远你不要去演观众知道的东西 你演了也没有意义 大家都知道 然后同样的话 我要在郑晓龙导演身上又听了一遍 也是这样的话 所以就是去到的是干货吧 干货 多年纪念的干货 现在要如果 因为因为你片子的应该是很多的 因为第一你很popular 就那么多粉丝 然后还有就是说年轻漂亮 这是没得说了 所以你怎么挑这些剧本呢 我啊 我是 其实我还是比较感性的挑剧本 就我不会想特多 就喜欢 当时那时间喜欢 我就会去选 选完了就会去演吧 就好好给人演 然后但现在就是理性一些的 可能会去看更多的东西 像 你会把整个剧本看完了吗 先 我会先看 我的顺序是先看人物介绍 啊 就你的那个角色的介绍 对 然后看郑晓 然后郑晓看完 觉得就是这个故事是有完整的 然后再看剧本 看看什么他那词啊 什么写的细节 因为有时候 郑晓和剧本的人出入特大 真的感染过这种 郑晓讲的故事挺好听的 然后剧本那词一说 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的都有 所以阅读量巨大 你要是作为演员写剧本来讲 选剧本的过程当中 对 因为我 因为我们这就是我看剧本 所以就是都对的是我自己的工作 是啊 就是所以你的阅读量是 还是挺大的 挺大的 平常还看书啊 什么的 还得上学呢 对 还得学习呢 各种 反正就老得一看点东西 我就这样也挺好的 不能到时候老输出都没货了 还得往里存啊 是 但是我想你这一天的事 因为我比如说我上次看见你的时候 我去你正好刚拍完戏在卸妆 然后你就要赶到城里头去 是北京电视剧 好像还是什么 电影节 对北京电视剧 开幕式 然后还要拍一个广告 还有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事 你怎么安排时间 我其实是就是专时专用吧 比如这一天这么忙 我也不会再告诉自己说 你今天必须得看书 没时间看 你看你也看不开始 也看不进去 就是什么 这么多事都一点一点 那不如就眼前的事情都干好 因为你答应人家了嘛 不管是什么 就是一些活动也好 你答应了 还是要 起码这个责任心是要在的 但是当然自己心中也是有一个 就是比例的吧 因为现在你还是学生 可能上课更重要 但是如果要有拍的那种戏 像现在这个戏好的机会 也不应该放过 因为你上课最后你毕了业 你就是为了拍戏这件事 就是这是你的戏喜欢的事情 你的梦想 因为这两个是我认为是最难 协调两个话 一个就是上课 一个就是拍戏最难 我之前一直都是就兼顾着他们嘛 当然现在也是在兼顾 就没有戏友在学校 就是会排华一剧 演那个演大妈 演大妈什么主意 大家知道啊 就是只要是不在这时候的话 关小彤大妈是在电影前成立的 然后广告这种东西 我觉得就是比这个稍微的 就是会去选择吧 因为毕竟这种东西 就是你答应了广告 你付出的这个责任 和你要承担的东西 其实很多的 就我觉得接每一件事情 以前可能不懂 也比较简单 现在就知道 接了每一件事情 都是承担的责任是很多 因为我现在有时候 他们会告诉我 我想我看看你这个后果是什么 哎呀 就我知道这严重性和东西 所以就是会去做任何选择 但选择反正也没有任何对错吧 就是只说我这件事适不适合我 我喜不喜欢它 对 哪怕可能 适合不适合 对 可能我很喜欢 但是这件事 它也不分对错吧 你说说为什么你选择了欧莱亚 我吗 因为欧莱亚也选择了我 对 但是你们俩为什么匹配 就是欧莱亚和你的这个契机是什么 是这样的 当时其实每次拍欧莱亚的时候 就是他们会告诉我 年轻女性的力量 就是每次我拍欧莱亚广告的时候 是会跟我说纪念我们的主题 所以我认为我们互相选择的原因是因为 我认为欧莱亚的个性是独一无二的 然后欧莱亚也会认为我可能会有一些 与众不同的东西吧 真的吗 很临时的 但是欧莱亚你知道这个 这个谈话节目叫值得说 你也知道这个历史对吧 就是因为欧莱亚有一句广告词叫 我值得拥有 要现在是我值得拥有 最早是我值得拥有 最早是你值得拥有 真的 是吗 真的 OK 那你比我清楚 对 你是戴眼神 那你比我清楚 所以这个 他讲了好多就是关于 而且我这不是这次来就采访了很多就是代言人吗 然后每个都跟我说 我每次就是 就是我每一个我都问过 我就说你看 真的你们的美就已经是所有人就是说 我要是那么漂亮就好了 就全是这样的 不就够了吗 还有什么还要别的吗 当然我就是觉得首先我们跟欧莱亚是这样就是它会让我们会互相成长 我觉得我跟欧莱亚的过程是欧莱亚会助我成长是因为拍的时候会有一些很多的一些说你不光是美 就那会觉得说美是美在外面 现在觉得说美是从心往外的一种美 这个从心往外的美不是说真实善良是肯定的 真善美 基本条件 基本条件 但是这个心中还有好多别的 一个是这个女生的这种强大 他们每次想的是powerful 然后可以说这种你的态度 对 你是不是有态度的 你是很强调的 因为你能影响很多人的 对 你是不是有个性的 你是不是有这种有正面的对生活的积极的态度的影响力的 我这个是很综合的一个素质 所以我认为欧莱亚的广告字 你值得拥有 我值得拥有 真的是很有态度的 就是会告诉你说这是我的一种态度 这是我的个性 我就是这么独一无二的 年轻的 要么是你值得拥有 最后现在是我值得拥有了 那你如果说用你的所有的营养力去跟女性啊 或者是传递一个信息 你希望传递什么呢 我希望传递的就是 就从我吧 因为我也 这个我妈老说 你这岁数 你可能 你这岁数你想数的东西 你可能数不了那么深刻 然后你就说最简单的 我想传递给女性的 女性吧 包括像我一样大的 对 尤其你同龄人 对 尤其我同龄人 我希望大家都是那种 就是对生活 要有一个正面的心情 正面的心态 就说吧 现在不是老分什么精致女孩的生活 您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得你得给我刷 什么有什么猪猪女孩是什么样的 就这个哎呀都会说 所以我希望像我一样大的女生 希望首先你每天保持一个好心情 积极乐观地去对待生活 然后去面对不同声音 你是会有自己的一个主见 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和选择 要独立 要渐渐地学会成熟 我觉得就是从我身上 就我现在就知道的一些 就是感受 其实你挺强大的 因为你那么小 然后粉丝那么多 同时媒体现在也是乱七八糟的 想起来说什么就说什么 今天说你好 明天可能就说你不好的 就是这种强大的力量 你从哪去找呢 这种强大的力量 我觉得这也真是需要 要么是有些人可能是天生的 有些就是可能得真的是要磨练过的 我觉得我可能是天生也是比较 就是心比较大 你看你就是一个北京闺女 就是北京大妞 就基本上就是不是太在乎 是不是 性格上头就比较是 对 比较开朗的这么一个心 但也有就是被 等于也是也是 也算是被锻炼出来了 之前那会儿 你想十五六岁的时候 真的要是被这种声音完全埋没 其实那会儿 那时候的我 我觉得其实现在 我就不知道这个力的局 对不对 可能现在 我就知道被老师说两句 可能被领导说两句 可能内心都是会 被说了 还是很 还是纠结一下 对 但是那会儿十五六岁 可能有时候会被网络各种声音 会去就等于砸下来 在那个时候是崩溃的 其实是会哭的 那时候的我是会哭的 我也觉得为什么会沉浸在那个世界里面 越看越难受 越看越难受 但是现在这段时间过来之后 也是各种鸡汤吧 哭过来 会说你暴露在这块 你就要做好半件穿心的准备 就你的选择是这样的 然后包括人说 为什么别人看不到我们演员背后受的苦 我们很累的 没办法 只是你的选择 你选择了你就要承受 这也是你承受的委屈的一部分之一 我觉得是这样的 然后现在就是越来越想 就是会发现就是 可能现在我吧 我觉得心理强大 也是现在每个女生 我希望传达给他们的 就我的心理一定要能承得住东西 就比如说 可能现在再看到这些 面对不同声音 会去分辨 你批评的 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认为你说我的时候 有时候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大家也不会说去偏袒 因为路人还是占的大多数吧 但是一些尬黑的就可以不用去理了 就过滤吧 但是真的建议还是要去吸收和采纳 所以你已经可以从各种各样的声音中间分析到 哪些是对你有用的 可以去参考的 然后哪些是基本上就要把它当垃圾一样的 过滤掉 不能影响心情 而且我还现在还是会很调整 就是说生活还是在眼前的 然后那些毕竟还是虚的东西 以前是沉浸 现在是就是会去跟他去脱离 然后会去更多的去跟网上的我的粉丝 会跟喜欢我的人 会更多的一些互动和交流 所以就是说也学会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 就是说在自己的这个生活中间的话 还要有一个恢复自己比较原生态的一个感觉 有时候更难 更就是比如说真的有时候会有那种也挺纠结的时候 然后那会还去了一趟去了一趟瑞士 就是那会还站在雪山上 说说完特矫情 其实是一个特矫情的事 就挺不舒服 然后就站在雪山上 可能这么一插腰往底下一看那些山呀 我世界这么大 我一想世界都这么大 你说就网上区区那么点山 你因为他难受什么呀 就那时候一看 马上心情都特别舒畅 自然的力量 这真的是自然的力量 就是好多人说 就是要是有些心理的恢复啊 还有治疗啊 就必须得要有像这种样的景 然后就说什么也别干 你就在那儿发呆 发两个钟头的话 觉得再难的事也都无所谓了 然后什么坎也就过来 所以自然的力量还是蛮大的 所以我们还是得要保护自然 是吧 要不然的话就没好看的景 如果你不在娱乐圈 你会干什么呀 我有两个选择 之前我想当幼儿园老师 因为我小时候上幼儿园老师 你喜欢小孩是不是 对 觉得特别的可爱 然后现在我要想开一个咖啡馆 咖啡馆 你喜欢喝咖啡吗 特别喜欢喝咖啡 喜欢喝什么样的咖啡呢 我喜欢喝美式 热美式啊 或者是那种 你叫什么来着 冷脆 冰的那种 所以你想开一个咖啡馆 或者当幼儿园阿姨 老师 什么是幼儿园阿姨 我小时候管幼儿园老师 都叫幼儿园阿姨 对 那你 幼儿园老师 我倒真是没想到 你当幼儿园老师 你想过唱摇滚什么的吗 唱摇滚 因为我可能就在你的那个 那个 是有个台广 一博二组里头的那个感觉 就特摇滚 你知道吗 其实唱摇滚 这也 反正我老在想 其实在正在舞台上的感觉 也是很爽的一件事 那种 就这样的 我觉得也是 挺发泄的那种 没有试过 没有试过 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试试 希望至少有个角色 可以试一试什么之类的 是吧 角色演一个摇滚明星 那太爽了 对 从小在那 还是地下乐队什么的 那会挺爽的 挺爽的 其实我现在挺希望演这种 就是那种角色 还是反差挺大的那种 好像你还没有演过 摇滚明星啊 什么的 没有 没有哈 嗯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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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你从小是 在小学 就是天天去上学 天天去上学 还是在家里头辅导的 上学 上学的 不是家里头辅导那种 天天去上学 小时候 那你不会觉得同学挺怪吗 这个小姑娘一会儿来了 一会儿没有了 你怎么交朋友呀 我小学的时候就是都在学校嘛 初中的时候是 就是我会有时候会去拍戏 然后回来 但是我那会儿在学校时间还是很长的 而且我跟同学玩得特别好 我跟闺蜜到现在我们都联系 是初中同学们 你有闺蜜吗 有 那会儿我跟我闺蜜的认识是这样的 就是之前我拍了个戏 叫突然心动 可能那会儿就是伦理 可能大家都会看 然后她就那天看着我说 我觉得你好眼熟啊 我说怎么了 反正我说你是不是 我现在我和我妈看电视剧 然后我说你 你坐在里面那个里面 你是吗 然后我就说 然后我就想 我说是还是说不是 说不是吧 以后肯定也会知道 说是呢 我也不知道说完是 她会啥样 然后我就说那好吧 我说是 她说 特别惊讶地看着我说真的吗 我说对对对 我说真的 冷静冷静 我说真的真的 然后但是 后来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我还是很幸运的吧 就我同学跟我关系特别好 初中那会儿 然后到现在一块儿玩啊 一块儿闹 包括可能拍完戏 回去一见到他们 因为有时候会有一种 有一些些的浮躁啊 或者是快 但是一回到学校 然后看到他们 就特别踏实 你觉得你在电视学院 也会有同样的朋友吗 有 有的 从开始他们 好多人对我的评价是这样的 刚开始见到我的时候 觉得已经是一个 很矫情的小公主 对 是 肯定的 很矫情的小公主 因为他们 还有的人对我的评价是 我要是不乐的时候 然后说我要这样不乐的时候 然后瞟了谁一眼 然后说那一眼 是不是让人特别不舒服 就感觉是 他说但其实你也没有恶意 就这么看了太一眼 但是就会 别人会觉得就是 我肯定是一个特别事儿的人 绝对是一个 特别不好伺候 刚开始就这样了 觉得是 装模作样 但是 其实我也是比较怂的 可能是 比较紧张 我其实自己是很紧绷的 其实你自己去上课 你也自己是紧张的 但是后来一熟 大家都会发现 开玩笑啊 闹啊 发现什么事都没有了 然后他们那会儿还会跟我说 说你知道吗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 特别矫情小公主 但没想到发现 你就是一个又傻 又过躁 还迷之自信的人 所以现在就是说 每次上学啊 还有还是时间是 足够充足 可以在那儿交朋友 还可以 那挺好的 我经常就是 群里聊天的时候 我会插一嘴 我说我在你们身后 你们回头看一眼 反正反正我觉得 交朋友啊 有朋友这种感觉 还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我不希望就是 说你是演员啊 你可能有一点点名气了 你把自己封闭起来 那我还是希望去接受 接受大家 然后大家跟我一块儿玩啊 而且我觉得 我跟同学在一块儿 特别舒服 就玩得很开心 就反而放松是不是 我觉得人也没把我当成什么 就把我当成同学了 我觉得挺好的 那那感觉挺好的 应该是吧 我也是抱了一个 我也不是什么的 就是跟大家 我也是同学啊 我也是来学校的学生 我们都是学生 大家就这样 就挺好的 所以如果说 你要是 再选一部戏的话 如果说你要是 这部戏的话 是需要你在你的同学里头 组织的话 你会选择什么角色 你会选择是制片呢 导演呢 还是继续演戏呢 我啊 要这样的话 其实我挺想试试制片的 为什么 我还以为你会说导演呢 我吗 我挺有时候会挺 想去干这件事 就是去制片去管理啊 管理啊 各部门啊 然后当然我想当总制片 就执行制片还是要去现场的 当总制片就是成务后的 来决定这些事情 想当领导 从小就能有个采访说 我想当大队呗 还没想到现在还演戏回来 一转又露馅了 又露馅了 她总制片 好的 我们有几个游戏 咱们尝试一下 好不好 那个首先呢 我们你是演员 所以这个肯定是不会难到你的 我们有一封情书 然后呢 但是你是北京人 所以呢 我们要你用最北京胡同串子的话 把一个马克图文的情书呢 那念完就成笑话了 对 我们就是要越肉麻越好 然后呢 就用胡同串子的话 对 用胡同串子的话 你要想起你的老师 给你的所有的理论的支持 然后的话 这个一段情书 然后我们得卖个关子 这段情书的话 小童念完了之后的话 今天你们不会看见 得要15号 你们再来看我们的脱口秀的时候 会是一个高潮的爆发 因为这段情书有很多人 我们的要求就是以最肉麻的方式 让我们在荧幕外面的人 最肉麻的方式 这是一个真的 这是一个美国剧作家的写的情书 我们可以给他几分钟 用什么 用最 最 就你要把这个念到大家起鸡皮疙瘩 就OK了 那不是等于北京胡同串子的方式吗 用北京胡同串子的方式 念到起鸡皮疙瘩 就OK了 我怕我念完会成一点笑话 我看看 先试试 我回去得被他们第一次死 北京话是吧 就像我现在这么说 其实也差不多 对 就是 我开始了 你看 这位就看热闹不见事的 我爱你 我怎么觉得我念的会不会上段笑话 你们起鸡皮疙瘩了吗 没有 没有吗 没有 那主要是我这个 就要用那种才能念的起鸡皮疙瘩 要用哪种 你随便 反正目的是起鸡皮疙瘩 你可以用上海话 你可以用任何让你起鸡皮疙瘩的方式的话 让别人也起到鸡皮疙瘩 真的吗 我是真的爱你哦 哈哈 夸了 这个有点鸡皮疙瘩的感觉 哈哈 我自己都听鸡皮疙瘩 哈哈 哎呀 好的 送为我吧 好吧 让我留个纪念 对 留个纪念 马克图恩 你们谁招我 你就给他念这个 我给你 我是真的爱你哦 哈哈哈 用最软的方式 然后来 就是对回去 没错 就是用这种方式 是吧 工作人员一说 你今天这个工作是这个 我是真的爱你哦 我是真的爱你哦 哈哈哈 这个很管用的 管用 嗯管用 好不够了 今天休息吧 好 是 对 就是不管它了 然后我们下一个游戏 念一段更肉麻的 没有更肉麻 这已经是最肉麻 哈哈哈 下一个游戏是 三个答复 五秒钟 要答那个 来 来来来 就是五秒钟 要答问题 三样你可以摸的东西 我也可以说吗 好 猫狗和老虎 整垮的第一个问题 哦五秒 哦五秒 哦我已经过了是吧 我最喜欢异性的三个特征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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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垮了 第一个问题 我也垮了 好吧 睡觉前一定要干的三件事情 没说 就按了 OK 再来 重来 睡觉前要干的三件事情 刷牙 洗脸 照镜子 这玩意还挺难 你会藏起来的三样东西 手机 钱包 口红 现在比较好 本体能做的三件事 擦脸上 擦眼睛上 还有擦着下巴上 好多现在都是红的 三件你看到会开心的事 彩虹 下雨 出太阳 这完美 三件您看到会生气的事 欺负人 随地扔挖机 太阳子没有那么多让我生气的事 你最喜欢自己身上的三个地方 好看 个儿高 腿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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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出三位走过甘纳红地毯的中国男影像 张正 张震 呃 姜文 哈哈哈哈 说出三位欧莱雅代言人 我 听我要解决孔立老虎 说出三种越老越棒的东西 这个简单吗 我老虎的牙齿 大象的鼻子 想在甘纳做的三件事 吃饭 睡觉 打游戏 想在甘纳做的三件事 好了 我输了 我跟他干嘛 不会吧 你们还今天 我也想吃一个 好 谢谢小彤陪我吃一个柠檬 输了就是要吃柠檬 柠檬是美白的 真的 OK 那多吃一瓶 我爱吃酸的 真的 你看我们也挺棒的 两杯水一盘柠檬 对 还可以聊天 两杯水就着柠檬 你上过综艺节目吗 没怎么上过 我看 综艺节目就禁干这种 肯柠檬 这种 这种事 我看了 肯柠檬 肯好多柠檬 就是他们想出来的各种各样 综艺节目玩的这种 那个什么 变态游戏 变态游戏 对 我知道 这个你看综艺节目吗 我也会看 你喜欢哪个 我 我还都挺喜欢的 但是你喜欢看 但是 其实你要随便选一个上 他们肯定要让你上去的 我吗 我要随便上的话 看看人请不请我去吧 但是我是一个容易 就是把笑话讲垮的人 有时候就不太 是不是不太适合上 为什么叫把笑话讲垮 就本来我们都一块聊天 大家都聊 我说我给你们讲一次好玩的事吧 然后我一讲完 大家都安静 就夸了 说你可真夸了 今天 不会吧 我觉得我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你还没这样想 讲笑话之前 你自己先笑的不行了 我没有 我特别认真的讲了 是吗 好 你跟我们讲一个 夸了 别夸 来 不许夸啊 你们谁都不许夸啊 完了之后的话 不管好多 讲一个 就是从前有一只北极熊 然后呢 它就开始拔自己的毛 然后就一个一个拔 拔 特别无聊嘛 然后坐它拔完了 然后他说了一句 好冷啊 不能这样 别人就垮了 你刚才 上 我笑不得起来 你们笑 必须得笑 赶紧 赶紧笑 赶紧笑 北极熊自己拔自己的毛 ok 不要理他们 不要理他们 咱们接着聊咱们的天 那个 我想问你 那你假期呢 你有假期吗 有啊 因为你太忙了 因为你又在上学 别人上学的时候的话 你又得拍戏 又得拍广告 还得上学 然后学校放假的时候 别人都是出去玩去 你什么时候放假呢 我也那时候放假 你夏天会放假吗 对 我现在给自己规定了 就是我 不管要拍戏上学 干这些事情 同时还得去生活呀 还得是 得接受工作 去旅行 然后去转一转 去看一看 我觉得太紧绷 可能也不好 就是紧紧紧 然后可能会放一段时间 松一松 充充电 然后再紧紧紧紧紧紧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所以现在也会给自己 就是按照学校的时间 我也放假 你也放假 我尽量放假 你比如说 你现在对你假期的计划 有什么呢 我的计划就是出去旅行 想去哪 你现在就是 头三个要想去的地方 头三个要想去的地方 头三个想去的地方 嘎那 你已经来了 但是没放假呀 想来这放个假了 实际 这真的是放假的好地方 没适合放假 嘎那呀 或者许伦敦 然后 还有 就欧洲的这块吧 小城 小城镇呀 特别好看 特别适合就是 为什么伦敦 伦敦 嗯 因为一直想去 就是没去成 而且一直在 就是在 等于我老是在这边 就是巴黎附近的这个地方 就是可能欧莱雅拍摄呀 工作呀 但是一直就没有 没有往深入去 我在给欧莱雅订话呢 下次拍摄可以在伦敦 比如 对 好的 我们祝你 学习 工作 生活 都非常愉快 谢谢小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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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